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昨天的大盘 我想大家一定很恐慌 很多人就说 哎呀 昨天外资还买超三十几亿 可是指数还跌152点 期货外资还增加口述 很多人就说 那这样情况就是内资在到货 或甚至有人讲说 那你各位想想看 外资还持续买超 那为什么指数跌那么多 那我要跟各位讲 你进入到现在11月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指数的多头架构是不变的 你毋庸置疑 不必怀疑它 除非有一天你看到了 指数它跌破了季线 那即便是跌破季线 它也可能是一个整理的开始 不是完全翻空 为什么 你指数在上个礼拜 还创新高 11,668点 你过去20年买到股票的理论上来讲 你全部都赚钱 怎么会是空投 所以这个盘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想它 它不是空投 它不是空投 这一波从9月5号跳空 起上点10714这边开始 我要讲这是个大导状反转 你看到没有 左缺右口 这边一个大导状反转下来 直接从这里涨1000点 那你休息一下 过分吗 你就算跑马拉松 你跑一跑 你也要休息 喝个水补给一下 休息一下再上12682 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对不对 我在这里就跟你讲过了 万一 不是糕点 这样子懂意思吗 所以拉回积极做多 胜选持股 拉回积极做多 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你就可以看到 我跟各位 我们谈重点 我不要去分析那种短线上面 那种涨多拉回 或是计数性反弹 你大盘创29年来的高点 凭什么说它是空头 过去很多人讲空头结束完蛋了 对不对 大M头成型了 你这边看是M啦 下来就是M啦 那这边这样上去 这个叫什么 W啦 这边叫什么 W啦 不是吗 因为过高嘛 那在这里 那在这里每个人都跟你讲 这是M头 M头 结果指数创新高 你应该是要想 你选择的股票 有没有合适的买点出现 台股因为是加权股价指数 所以台积电 鸿海 大立光 他们hold住指数 那当然指数在杀 也是他们在杀 所以你要选择个股当中 要好买点的进场布局 那这次大盘拉回 观众朋友 我现在教大家一点 我们把时间 来 这一次大盘是不是降跌的 这个缺口来讲的话呢 似乎有一个回补一个现象 所以大盘在这里是压回 那你去寻找 在这段期间 指数在大涨 它在相对强势整理 当大盘在压回的时候 它能够逆势往上走高的股票 这样不就很简单了吗 来 你看这里这大盘压下去 3037的星星 是不是今天过高 有没有 2313的华通 今天是不是过高 你对照大盘跟大盘对照嘛 来观众朋友 你跟大盘在对照嘛 对不对 大盘来到这里 11668 在这里 它这个黑黑一半 大概收复一点点 那你要去选择 比大盘强劲的股票嘛 那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如果伴随 我在跟你讲的 所谓的出现把心区的时候 那你就要注意 就要买进了 那有些股票 当大盘今天出现反弹 明天如果再过高 可能短线上指数 它会面临 五日线的一个短线压力嘛 那那个时候你不要去追 甚至有些股票 明天早上 大盘如果反弹上去 碰五日线短压的时候 你要选择出一趟 因为那些股票 没有把心区 你要先卖一趟 资金才会集中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赚钱很容易啦 建策带你买在把心区 有没有领先大赚 对不对 那在这里突破之后 整个格局由盘变涨 有涨变喷 有喷 怎么样 你领先大赚 是不是这样就能赚钱 为什么 因为出现把心区嘛 那在这里要不要买 这个地方 短线上不要买 因为第一个已经大涨了 第二个它在这个现在位置 没有把心区给你买吗 所以今天这个盘 我觉得很简单啦 你们不用担心啊 最强的股票 你选对了 建策 买在把心区是不是一路大涨 那我们现在退一万步想啦 你在这里买 你任何一个时间 你只要不要是今天昨天买的 基本上来讲3653的建策 来我们看一下3653建策 你只要不要这两三天买的 你是不是都大赚 是不是都大赚 是嘛 是不是都大赚 对嘛 你要大赚还是小赚 当然大赚啊 在这里买147块钱 195随便卖 随随便便 30 40块放在口袋里面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这样赚钱很简单 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啊 所以不需要让人家 在上来的时候再去追啊 早就已经轻轻松松大赚了嘛 那现在重点来 重点在哪里 来观众朋友 埋在把心区的建策 一路大涨 我现在跟各位报告 来观众朋友 来你看一下 我们对照一下 这个建策 有没有 一二三天前出现高点 大盘 有没有 一二三四四天前出现高点 也就是建策比大盘还要强 建策在这一天还出现高点 对不对 大盘已经过高下来了 OTC 一二三四 很明显的嘛 建策比OTC 比大盘都还来得强嘛 是不是 那你看这档股票啊 观众朋友 你对照大盘 来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是 出现把心区的这档个股 你先不要问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它为什么越电越高 来 对照大盘 观众朋友 导播 这是OTC 来 这是这档股票 越电越高 你对照大盘 不要说对照大盘 你连对照建策都可以 三六五三二建策 来 丁老师说到嘴巴全破啊 不要追了 在这里请你买 轻轻松松买 一百四十几块钱 请你轻轻松松买 在这里 一四七在这里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买完之后 从一四七 涨到一九五 对不对 可是这几天建策回来了 你看这档股票 你来对照建策 所以我说 建策你买在把心区 大赚 我们也获利入带了 那获利入带 我就是找寻大盘 押回 指数 修正 大家还分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我找出来 建策第二吗 你认不认同建策 你这样做可以赚大钱 来 观众朋友 在这里 在这里赚钱很困难 在这里赚钱很简单 这边哪里 把心区 什么时候 来 10月24号 9点50分 建策市价买进 这个地方叫把心区 在这里 来观众朋友 来 在这里 147块钱 赚钱是不是轻松 很轻松啊 涨停板 涨停板 你前面27号就 你前面24号就已经大赚了 这边就已经买 很好买 拉上去 你已经先赚这边了 礼拜一 开始 喷出 开始喷出 从这里开始喷出 这里有没有 这里买进 礼拜五整理一下 这边开始喷出 礼拜一就是这一天 开始喷出 喷完之后 公开预告公开见证 还会再涨 147买到147.5 20张赚55万 很困难吗 什么叫喷出 在这里 再来一根 买完 休息一天 涨停 整理之后 喷出 创新高 来 创新高 恭喜所有在把兴趣买进的人大赚 所有在把兴趣买进的人大赚 在这里叫大赚啊 可是关键是 你买在这里 整理一下 随时喷出 来 观众朋友 这档股票我们正式来跟各位讲一讲 来 你对照大盘 它是不是越来越高 特定买盘介入 押回这个地方 形成把心区 越电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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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对照大盘就好 是 什么 银行 银行 赚 到了 01 20 不需要就跟各位談大盤 談太多 因為我們知道大盤基本上 多頭架構不變 來 你們是要賺錢的 你們不是管大盤的 建設第二來電登記 專人通知 因為建設我當時講 你們公開驗證 你們我公開預告 大家公開驗證 結果看到建設上去 很多人就去追高點 運氣好的賺一點點 運氣不好 老師 我買在這裡 我還沒有賺錢 所以在這裡買進 你需要有真正懂的人代理 在這裡誰代理 在這裡誰代理 在這裡誰代理買 請問在這裡誰代理買 當然在這裡 白紙黑字跟各位講的 所以這檔股票建設第二 來電登記 專人通知 為什麼 你看它越電越高 想賺錢的 來 丁老師不吝嗇 跟你一起分享 把電話撥通 來 來電登記 專人通知 我們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明明天吶 請問在這裡 我在這裡 會不會 其他發課 的 現在 怎麼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另一组台湾 好的 那接下来很多股票都一样 我讲的东西大概都大同小异 会买的股票 买完之后会涨的股票 大概都是有出现把刑区的现象 那为什么很多股票最近买了 很多投资人讲说赚不到的钱 那是因为你看了股价好像要突破了 你看了股价好像要上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假突破 真套人 你分不出来吗 那那些股票是没有把刑区 所以你不能碰 建策 不是这样子吗 出现把刑区才能买 在这里不能买啊 老师啊 这边比较便宜了 便宜 你会被洗掉了 你会被洗掉了 这边不是把刑区了 这边要赌博区了 老师我买一个赌它最低点了 那你有本事这么多天 就这个时间124.5元 这个价钱你就买到 没错 你买到这个价钱 你任何一天都赚钱没有错 问题是你买得到那个价位吗 它没有出现把刑区 你抱不住 你也不敢买 你也买不多 你买得到你也买不多 你买得多你也赚不多 因为真正出现把刑区 你可以大买 买完之后整理之后涨停 再涨停 20张96万 你不用卖得最高195 你随随便便卖 140几买 你卖得170 180都可以 你都是大赚嘛 你都是大赚嘛 来 这个重打 4977 营收连续两个月创高 营收连续两个月创高 对不对 来 再来 这股票 980的预期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当出现把刑区的时候 你通常会领先法人 有没有 各位你自己看嘛 你不会买到最低啊 可是这是关键的价位 进入到把刑区之后 股价是用喷的 在把刑区 通常可以领先法人 所以 像这样的股票 像这些股票 你找寻有出现 把刑区现象的 不是所谓的最低价 或甚至什么低量 没有错 你在低量这里 低价这里 你可以买 你可以抱着脚这么久吗 你抱不了了 你抱不了了 在这一买就发动了 一发动就喷出 你看这个台表科就好 观众朋友 我为什么能够获利入带 轻轻松松 把刑区在这里 来 看清楚 观众朋友 10月22 台表科 试驾买进 我为什么在这里买 因为出现把刑区 10月22 在这里 你会在这里买台表科 你会在这里买台表科 差一档涨停板 涨停板 正统的 正宗的涨停板给你 前面都不用算 后面再继续涨 来 我为什么能够轻松松松 在这里获利入带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获利入带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把刑区了 来 观众朋友 6278台表科 来 我出掉之后 你有没有看见 我出掉之后 怎么下来的 我在这里出掉 下来 在这里买 所以有的时候股票就是 你当你出现一个很棒的价位的时候 你可以轻松赚钱 这个建策 埋在把刑区领先大涨 领先大赚 丁老师早就已经公开预告了 后面大家帮我们拍手而已 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 在这里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样庆祝 该怎么样庆贺 该怎么样跟你去分享这个喜悦了 因为我们买在把刑区嘛 观众朋友 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赚钱 是不是在这里买比较容易赚钱 对不对 对嘛 你在这里买 轻轻松松的 涨停 再涨停 这档股票 为什么越电越高 对照大盘 你们想想看就好 对不对 更何况这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 他已经告诉你 他越电越高了 相对比大盘强劲了 大盘昨天跌152点 你看 是不是越电越高 大盘昨天跌150 他只这样子而已 创一个小高之后压回 今天马上补回去 大盘有没有过高 大盘没有过高啊 大盘明天还就碰 无日限的反压 这档股票已经 今天碰到了 本益比9倍 股价低于净值 准备喷出啊 它就像 建策在这样的位置 在这样的位置 整理之后就涨停 就喷出了 最后给各位看一档股票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股价是这样子的 345.09块美金 这个东西叫做创高 特斯拉你都知道 连加是特斯拉最新入列的供应链 9月10月营收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股价只有二十几块钱 它的订单能见度已经到2022年 再手订单超过一百亿 二十几块的公司 十月营收再创新高 连两个月营收 9月10月都创新高 你认为在这里会不会过 9月10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 会不会过 特定买盘在这里压回之后 形成了把新区 观众朋友 你们建策都看到了嘛 建策 我说这档股票来电登记 想赚像建策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不能等到上去了还在建策 建策建策 当然建策好嘛 可是你如果现在买它上去 后面是有法人帮你抬轿的 所以想赚像建策这样子 大钱的建策第二的 观众朋友 把电话拨通 最强的股票建策你看到 买在把新期一路大涨 建策第二 来电登记专人通知 让你务必要买得到 赚得到买得多 赚得多 把电话拨通 丁老师带你 专人通知建策第二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